那我一等一下 他要 今天我们开始上课了 今天我们要介绍到主要内容 是直血与凝血障碍检查 首先要明确 直血与凝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直血是指损伤后会发生流血 当流血停止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直血 也就是hemosthesis 那么什么是凝血呢 凝血是指血液 由液体或者流动的状态 变为凝块不流动了 那么这种现象 我们就称为coagulation 当直血与凝血发生障碍的时候 磷床上就会出现一系列疾病 我们称为初血性疾病 或者血栓性疾病 那么在实验诊断学中 我们主要介绍 直血与凝血相关的 一些基础知识 和这方面障碍的一些实质检查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在生理状态下 血液不断地在血管中流动 它们既不溢出血管之外 如果溢出血管之外呢 我们称为除血 也不凝固于血管之中 如果凝固于血管之中 我们就称为血栓形成 那么为什么血液 能够始终在血管中 保持到这种液体流动的状态 那么又为什么当血管破损的时候 又能止血呢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肌体内 存在着复杂的凝血系统和抗凝系统 这两个方面的机制 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 临床上就会出现出血性疾病 或者血栓性疾病 实际上这类疾病的发病机制 都是十分复杂的 实验室的检测项目也非常的繁多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如何正确的选择实验室的检测项目 如何正确的判断检验的结果 这是十分重要的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正常的 凝血机制和抗凝机制 下面我们就介绍 凝血机制和抗凝机制的病理生的基础 正常的止血机能包括两个方面 凝血机制和抗凝机制 它们主要由四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 第一个方面的因素 血管因素 或者血管B因素 Visual wall 第二个方面因素 血管板因素 Platelate 第三个方面的因素 凝血系统 Coagulation system 第四个方面的因素 抗凝及鲜溶系统 Anticoagulation and Fibrolytic system 这四个方面的因素 主要构成了正常止血机能的核心 也是我们临床上发生 止凝血障碍性疾病的最重要的 病理生理基础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这类疾病的时候 我们总是从这四个方面去寻找线索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的介绍这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的因素 血管因素 我们先看看血管B的止血作用 首先血管B的完整性 是防止出血的重要保证 看看这个示意图 这是一个血管内皮层的示意图 这个血管内皮层是由多角形的上皮细胞所构成 这个不规则的形状代表多角形的上皮细胞 在它的内皮下 还有一层胶原纤维 这个浅色的部分代表血管内皮下胶原 它们共同构成了血管B的完整性 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连接 以及内皮下胶原的合成与代谢都与维生素C密切相关 其次是血管板参与了血管B的完整性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血管内皮层是由多角形的上皮细胞所构成 那个细胞与细胞之间 虽然它们的连接十分紧密 但是由于它们形状的不规则 因此在细胞与细胞之间 就会留下许多小的缝隙 那么沿着血管边缘流动的血管板 就可以填补这些小的空隙 这个红色的点状的部分 就是沿着血管边缘流动的血管板 它们填补着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 这些小的空隙 因此血管板参与了血管B的完整性 和维持了它们的通透性 那么在临床上 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或者血管板减少的时候 管B的这种抵抗力就会下降 内皮细胞的间隙就会增加 这个时候 血管B的脆性和通透性就会增加 所以血液中的红细胞 及其他的成分就会外溢 那么这种现象 在临床上我们也交着除血 这就是血管B的直血机能的第一个方面 血管B的完整性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方面 血管内皮下沉 还有一些与直血相关的重要物质 比如说良好的弹力纤维 这个弹力纤维 主要保持着血管B的柔韧性 当我们受到外力打击的时候 我们的血管B不至于马上发生 马上发生破裂而出血 第二个 它含有健全的神经纤维 这个神经纤维 主要维持着血管B的疏缩性 第三个 血管内皮下沉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血管内皮下胶原 这个物质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因为它带有负电荷 这个带有负电荷的胶原纤维 可以启动灵血的过程 第三个方面 血管内皮细胞本身 还可以产生一些与直血相关的重要物质 比如说Venna-Brand-Factor VW因子 Fibro-Nicatin纤维连接蛋白 这两个物质主要参与血耳板的连复功能 还有一个物质叫做T2-Factor 组织因子 也就是灵血过程的三因子 这个物质可以启动外远性的灵血途径 血管内皮细胞还可以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 叫做Endocelin 也就是内皮素 内皮素是至今为止 我们所发现的最强烈的血管收缩剂 那么当我们的血管B受到损伤以后 血管因素是怎样参与我们的止血激容的呢 首先它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内皮素的作用 使血管的管腔收缩 这个时候血流就会变慢 出血就会减少或者停止 第二个方面 血管内皮细胞本身可以分泌VW因子和纤维连接蛋白 这两个物质可以促进血耳板在受损伤局部的连复 第三个方面 血管内皮细胞可以释放组织因子 也就是三因子 这个物质是外远性灵血途径的启动因子 第四个方面 当血管B受到损伤以后 血管内皮下胶原暴露 血管内皮下胶原 从两个方面参与我们的止血激容 第一个方面 它可以促进血耳板在受损伤局部的连复 第二个方面 由于它带有负电荷 因此它可以启动内远性的凝血途径 这就是关于血管因素的第一个方面 血管B的止血作用 第二个方面 正常的血管B还具有抗血栓形成的能力 血管内皮细胞除了可以合成与止血相关的一些重要物质之外 它还可以合成以下这些物质 第一个是前列环数 我们也叫做PGIR 这个物质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内皮素的作用恰恰相反 它可以扩张血管 抑制血板的功能 第二个 它可以合成心溶霉原集合物 我们简称PA 那么这个物质可以激活心溶系统 清除血管中小的凝块 保持血流的通畅 第三个方面 血管内皮细胞 它可以合成凝血酶调节素 这个物质主要参与蛋白C系统的抗凝作用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名称 因为在后边我们还要介绍这个蛋白C系统 除此之外 在血管内皮细胞的周围 还有一种细胞 叫做肥大细胞 这个肥大细胞可以产生干素 或者内干素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都具有多种抗凝活性 那么在临床上 当我们机体受到创伤炎症中毒 缺氧这些病例因素影响的时候 血管管壁的这种抗凝作用 就会大大的下降 临床上就容易发生病理性的血栓形成 以上我们就介绍完了第一个方面的因素 血管因素 或者血管B因素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呢 我们将介绍血耳板因素 我们主要介绍血耳板的止血作用 我们知道血耳板来自于骨 是于成熟的聚合细胞 成熟的聚合细胞 胞将脱落形成血耳板 看看这个图片 这是一个聚合细胞的一个图像 好 这是它的聚合细胞的核 非常的巨大 这是它的包浆 在包浆的边缘 我们可以看到包浆正在脱落 形成血耳板 这个颗粒状的结构 就是正在形成的血耳板 好 这是方大厚的血耳板的一个图像 好 静态下的血耳板呈圆形 或者椎圆形 这是电竞下 血耳板的一个示意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血耳板的包膜 包膜下有些丝状的结构 包浆当中有很多大小不等的颗粒 下边我们将介绍 血耳板与止血相关的一些重要物质 先看看血耳板的包膜 血耳板的包膜是由蛋白质和磷脂所构成 与止血相关的蛋白质 我们叫做golical protein简称GP 也就是糖蛋白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糖蛋白呢 有GP1A1B2B3R3A和血小版糖蛋白9 这些重要的糖蛋白在后边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介绍 磷脂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参与我们的止血机能 第一个方面 磷脂代谢可以产生花生四细酸 血酸1A2也叫做TXA2 以及血耳板的活化因子 那么这些物质主要参与血耳板的活化的过程 第二个方面 当血耳板活化以后 血耳板就会发生构型的改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血耳板的磷脂有部分就会发生分子重拍现象 也就是向内面的磷脂可以翻转向外 形成一个磷脂因子反应的吹化表面 这个吹化表面我们给予它一个名称叫做PF3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名称 因为在后边我们还要反复的提到它 好 PF3哪来的呢 血耳板磷脂在活化的过程当中 部分发生分子重拍像一样 向内面的磷脂翻转向外 形成的一个磷脂因子的吹化表面 这是血耳板的包膜 再看看它的包膜下 包膜下有很多丝状的结构 我们称为微管和微丝 它们主要维持着血耳板的框架结构 当血耳板活化的时候 微管和微丝就会收缩 这个时候血耳板就会发生构型的改变 血耳板活化 再看看血耳板的包膜 包膜当中有很多大小不等的颗粒 其中有三种非常重要的特殊颗粒 阿尔发颗粒 致迷颗粒和溶媒体 这些颗粒里边富含血耳板的活性物质 此外在血耳板的包膜当中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叫做血栓收缩蛋白 这个蛋白质可以使血泥块缩小加固 形成一个稳固的血栓 这就是关于血耳板与止血相关的一些重要结构 那么血耳板在止血方面究竟有哪些功能呢 下边我们就具体介绍 介绍血耳板的止血功能 第一个功能叫做连复功能 连复功能是指血耳板具有连复于血管内皮下交源 及其他义无表面的能力 这个过程需要以下这些物质参加 第一个就是血板磨上的糖蛋白 EB95这个符合物 就是这个黄色的部分 还有就是VW因子 就是这个部分 还有三型胶原和CNV连接蛋白 看看这个示意图 这个环状的结构代表血管内皮细胞 这个调受状的结构呢 代表内皮下的胶原 显然这个血管B已经发生了破裂 实际上在流动的血液中 血耳板由于它的体积小质量轻 它是很难直接大量的连复在血管的破损处 那么它可以借助于VW因子的作用 那么VW因子是一个多功能的物质 在血循环当中 它是八因子的载体 可以结合和运送八因子 如果没有VW因子的作用 八因子它是很难自己到达止血的地点 发挥它的凝血功能的 那么另一个方面 当血管B发生破裂以后 VW因子的一端 可以直接连接在受损伤暴露的血管内皮下胶原上 这个时候 它的另一端将成为血板膜上的糖蛋白 GPEB95这个符合物的受体 与血耳板结合 换一句话说 血耳板可以通过与VW因子的结合 来实现它在血管破损处的连复功能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叫做聚集功能 聚集功能是指活化后的血耳板与血耳板之间的相互连接的特性 也就是说没有活化的血耳板是不具有这个功能的 这个过程需要以下这些物质参加 第一个就是血耳板膜上的糖蛋白2B和3A 还有纤维蛋白源 钙粒子和聚集诱导剂 比如说ADP肾上腺素TXAR和花生氏气酸 看看这个示意图 这个代表一个血耳板的膜 这个代表另一个血耳板的膜 中间这个椭圆形的黄色的部分 代表纤维蛋白源 首先 血耳板在聚集诱导剂的作用下 会发生构型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当中 血耳板膜上的两个糖蛋白 2B和3A 原来它们相距较远 这个时候呢 在血耳板活化的过程中 它们就可以相互靠近 形成一个符合物 这个符合物实际上就是 纤维蛋白源的受体 与纤维蛋白源结合 那么在概率子的参与下 多个血耳板可以借助与纤维蛋白源的结合 使它们相互连接在一起 再看看这个示意图 这个不规则的形状 代表活化后的血耳板 这个湿状的结构呢 代表纤维蛋白源 多个血耳板借助与纤维蛋白源的连接 使它们相互聚集在一起 那么联副和聚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看看这个示意图 联副和聚集就会使大量的血耳板 联副聚集在血管的破损处 形成一个摆设的血栓 起到暂时止血的作用 第三个是释放功能 释放功能是指血耳板 在诱导剂的作用下 将包胶内特殊颗粒中的内含物 释放出血耳板的反应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三种特殊颗粒 阿尔发颗粒 致密颗粒 溶媒体 这些颗粒里边富含血耳板的活性物质 参与血耳板的各种机能 其中最重要的是止血功能 第四个方面 血耳板呢 还具有血块收缩功能 这个血块收缩功能 主要发生在血泥块当中 血泥块中的血耳板 都是活化的血耳板 活化的血耳板 可以伸出胃主 相互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与纤维蛋白网连接 然后再在血耳板包浆当中的 血栓收缩蛋白的作用下 它们相互拉紧 就会使纤维蛋白网收缩 挤出血泥块中的血清 使血泥块缩小加固 形成一个稳固的血栓 这是第四个方面的功能 那么第五个方面功能就是 需要板具有畜粒活性 需要板除了可以分泌 产生一些凝血因子之外 它最重要的畜粒活性 就是为凝血因子的反应 提供一个吹化的表面 这个吹化表面叫什么呢 叫什么 声音大一点叫什么 PEF3 怎么形成的 磨灵支发生分子重排的时候形成的 是血板活化过程中形成的 好 以上我们就介绍了 介绍了血耳板的直血功能 下边我们小结一下 血耳板在直血方面 究竟有哪些功能 第一个 它维持到血管壁的完整性 和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好 这个在血管因素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了 第二个它可以连复聚集在血管的破损处 形成一个摆设的血栓 起到暂时止血的作用 第三个 它可以释放活性物质 促进磨灵板的聚集 增强血管的收缩 第四个方面 它具有触磷活性 磨灵板除了可以分泌一些 与止血相关的重要物质之外 最重要的触磷活性是什么呢 是为灵血因子的反应提供一个什么 提供什么 催化表面 灵血因子在这个催化表面上进行反应 它的速率就会大大的加快 第五个方面 血耳板还具有血块收缩功能 它可以使血磷块缩小加固 形成一个稳固的血栓 起到持久止血的作用 以上我们就介绍完了第二个方面的因素 需要板因素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将介绍 灵血因子和灵血的过程 血液由液体流动的状态 变为凝胶状态 我们称为血液凝固 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 灵血因子参加的 复杂的煤柱反应和分子聚合过程 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途径 两个途径就是指的 我们森里克 病理森里克学过的内源性灵血途径 和外源性灵血途径 那么三个阶段呢 灵血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以灵血酶原集合物的形成为标志 这个灵血酶原集合物形成以后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将作用于灵血过程的第二阶段 灵血酶原 使灵血酶原活化形成灵血酶 因此灵血酶的形成 是灵血过程第二阶段的标志 那么这个灵血酶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将作用于灵血过程的第三阶段 纤维蛋白源 使纤维蛋白源裂解形成纤维蛋白 因此纤维蛋白的形成 是灵血过程中的第三阶段的标志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灵血因子 一共有14个 按照罗马兹命名的呢 有12个 还有两个 急态霉源 我们要强调的是 绝大多数灵血因子 都是由肝脏产生的 这就可以解释 在临床上 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严重的肝功能衰竭的病人 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出血倾向 因为这个时候的肝脏已经不能合成大多数灵血因子了 那么在肝脏合成的这些灵血因子当中 有四个因子的合成 同时需要维生素K的参与 有二因子 七因子 九因子 和十因子 这四个因子呢 我们又称为维生素K依赖因子 希望同学们上到这次课以后 永远记住这四个因子 只要我们一提到维生素K依赖因子有哪些 你们就要能够一口回答出 二七九十 因为在临床上 我们常常会碰到各种原因引起的维生素K缺乏的病人 那么这种病 这类病人呢 常常会有不同程度的出血倾向 那么只要在临床上 我们能够判断清楚 处理非常简单 补充维生素K就会使病人的出血 奇迹般的好转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上了这次课以后 永远记住 维生素K依赖因子 有哪些 哪些 二七九十 对了 记住它 在正常情况下 几乎所有的因子都是处于五活性的状态 那么这些因子怎样被激活 参与我们止血的灵血的过程呢 下边我们介绍正常的止血过程 这是一个正常止血过程的一个示意图 也就是传说中的瀑布学说 瀑布学说将我们正常的灵血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 内缘性灵血途径和外缘性灵血途径 我们先看看内缘性灵血途径的激活 内缘性灵血途径的激活 是从十二因子的活化开始的 十二因子的表面带有很多正电荷 当它与带有负电荷的表面结束的时候 什么的表面带有负电荷 前面我们提到的 什么的表面带有负电荷 胶原 胶原的表面带有负电荷 还有玻璃的表面也带有负电荷 当十二因子与带有负电荷的表面接触的时候 它表面的正电荷将会被中和掉 这个时候十二因子会发生构型的改变 十二因子活化 在因子的右下方加一个小A 表示这个因子活化了 当十二因子活化以后 接下来的过程就是一个因子连锁的 瀑布式的激活过程 所以叫做瀑布学说 活化的十二因子可以激活十一因子 活化的十一因子可以激活九因子 九因子在需要把膜上的PF3上边 与活化的八因子盖离子形成一个符合物 这个符合物就可以激活十一因子 活化的十一因子呢 仍然是在需要把膜上的PF3上边 与活化的五因子盖离子形成一个符合物 这个符合物就有了它自己的名称 叫做瀑血酶原集合物 那么瀑血酶原集合物的形成 标志着瀑血过程第一阶段完成 这个瀑血酶原集合物形成以后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将作用于瀑血过程的第二阶段 瀑血酶原也就是二因子 使二因子活化形成瀑血酶 瀑血酶的形成 标志着瀑血过程第二阶段完成 这个瀑血酶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将作用于瀑血过程的第三阶段 纤维蛋白源也就是一因子 是纤维蛋白源裂解 形成纤维蛋白的单体 这个纤维蛋白的单体呢 可以发生制动聚合 形成一个纤维蛋白网 但是它这种制动聚合非常不稳定 很容易被尿素溶液所溶解 所以又把它称为可溶性的纤维蛋白 那么这种纤维蛋白用于止血 劳不劳过呢 是不劳过的 因此凝血酶还可以激活13因子 活化的13因子 可以作用于这个可溶性的纤维蛋白的单体 使纤维蛋白单体之间 发生分子缩合现象 最后形成一个稳固的 胶炼性的纤维蛋白网 看看这个细图 好 这个网状的结构就是 形成的胶炼性的纤维蛋白网 把血液的成分 网在这个网里边 形成了血泥块 那么纤维蛋白的形成 标志了凝血过程 第三阶段完成 整个凝血过程也就结束了 这是内缘性凝血途径 那么内缘性凝血途径 它的路径比较长 过程也比较多 因此完成整个过程 需要的时间也比较久 大约需要三到八分钟 外缘性凝血过程都比较简单 组织损伤就会释放组织因子 也就是三因子 这个三因子可以与活化的七因子 概率子形成一个符合物 这个符合物呢 就可以集合十因子 当十因子活化以后 接下来的过程 就和内缘性凝血途径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用三角形把它框起来 有人把这一段也称为共同途径 好 那么外缘性凝血途径 它的过程就比较简单 因此呢 它完成整个过程 只需要十秒钟 这就是正常的凝血过程 那么过去的瀑布学说认为 我们体内的凝血过程 是以内缘性凝血途径为指导的 为主导的 那么 经过这些年来的研究发现 实际上我们体内的凝血过程 是以外缘性凝血途径为主导 因为组织损伤就可以释放组织因子 也就是三因子 这个三因子可以迅速的 与活化的七因子概率 形成一个符合物 激活十因子 很快的完成整个的凝血过程 它启动快 完成迅速 但是它有个缺陷 它维持的时间不长 另一方面 同样是这个符合物 可以激活内缘性凝血途径的九因子 从九因子这个层面 来活化内缘性的凝血过程 内缘性凝血过程呢 虽然它的启动比较慢 路径也比较长 但是它维持的时间比较久 因此两个途径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 共同维持到体内的凝血过程 因此 现代瀑布学说认为 我们体内的凝血过程 是以外缘性凝血途径为主导的 那么因为这个途径 是从组织因子的释放和表达开始的 因此又给予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组织因子途径 同学们在读到专业书籍 或者是文献的时候 会碰到这个名称 组织因子途径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外缘性凝血途径 实际上我们体内的凝血过程非常的复杂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也让我们不能够完全把它记住 但是通过这个示意图的学习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三点 第一点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在凝血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内缘性凝血途径 还是外缘性凝血途径的激活 都是一个因子连锁的 瀑布式的激活过程 因此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因子或者几个因子 缺陷的时候 都将导致这个过程的中断 而发生那个凝血 发生那个凝血功能障碍 出现出血性的疾病 我不知道同学们听说过 虚有病没有 听说过没有 虚有病A就是八因子的缺陷 虚有病B就是九因子的缺陷 这个单个的因子缺陷 也会造成严重的出血倾向 这是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的第一点 它是一个凝血的过程 是一个联手的瀑布式的因子激活过程 第二点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不同的凝血途径 所参加的主要因子 因为我们实验室 有些实验室的设计 是根据不同的凝血过程 凝血途径而设计的 如果某一个实验出了问题 我们应当能够推测出 是哪些因子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内阅性凝血途径 主要参加因子有八九十一十二 外阅性凝血途径 它比较简单 三因子和七因子 那么中间这一块是他们共同需要的因子 二五七十和钙离子 钙离子是灵血过程当中的第四因子 这是第二个方面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的 第三个方面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我们体内的灵血过程 是以外远性凝血途径为主导的 这个途径形成的第一个符合物 是整个灵血过程当中的关键符合物 因为它可以同时启动两个灵血途径 以上就介绍了第三个方面的因素 灵血因子和灵血途径 那么第四个方面 我们将介绍正常的抗灵及先入系统 第一个就是细胞抗灵机制 细胞抗灵机制 就是指的当核巨石细胞系统 具有吞噬和清除 灵血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活性物质和产物 使我们的灵血过程不至于无限制的扩大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体液抗灵机制 在血液中存在着多种抗灵物质和抗灵系统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介绍给大家 我们只能介绍最重要的抗灵物质和抗灵系统 第一个最重要的抗灵物质就叫做抗灵血酶 也就是以前我们所称的抗灵血酶3 Anti-Sombein-3 也叫做AT酶 AT酶它有什么样的抗灵活性呢 它最重要的抗灵活性 我们顾名思义 就是抗什么 抗灵血酶 也就是灭活活化的二因子 我们知道灵血酶在整个灵血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物质 参与很多因子的活化的过程 如果我们灭活了灵血酶 将使整个灵血过程受限 AT3的抗灵活性还远远不止这些 除了可以灭活活化的二因子以外 还可以灭活活化的九因子 活化的十因子 活化的十一因子 活化的十二因子 以及极态释放煤 它的作用是广泛而迅速 那么 在甘树存在的条件下 AT3的抗灵活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可以提高数十倍到上千倍 因此 甘树是AT3最重要的辅因子 我们知道甘树本身也是一个抗灵物质 但是它本身的抗灵活性并不是很强 它最重要的抗灵作用 就是增强和放大AT3的抗灵作用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碰到先天性或者后天获得性 AT3缺陷的病人 那么这种病人在临床上 常常会反复的发生血栓性的疾病 那么常常需要抗灵治疗 如果在抗灵药物的选择上 你选择了甘树 那么在医疗上 你就犯了一个原则上的错误 因为在没有AT3存在的条件下 甘树本身的抗灵活性是很弱的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抗灵物质 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抗灵物质 就是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 TQ-Facta Passive Inhibitor 简称TFPI 刚刚强调了组织因子途径的重要性 它的抑制物出现了 那么这个TFPI有什么样的抗灵作用呢 首先它与这个途径产生的第一个符合物 组织因子 概率是七因子 这个符合物结合 另一方面它可以与活化的石因子结合 结合以后灭活活化的七因子 组织因子和活化的石因子 使整个这个途径中断 所以它也是 这个TFPI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抗灵物质 也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三个方面我们将介绍蛋白C系统 蛋白C系统它是由蛋白C蛋白S和灵血酶调节素组成 那么这个灵血酶调节素从哪来的 什么地方产生的 灵血酶调节素是什么地方产生的 血管内皮细胞 那么这个系统的抑制物叫做活化的蛋白C 抑制物简称APCI 那么蛋白C系统是怎样发挥它的抗灵作用的呢 看看这个系统 在一般的情况下 蛋白C是不具有活性的 当灵血过程发生以后 就会产生灵血酶 这个灵血酶呢 就可以与血管内皮细胞所分泌的灵血酶调节素结合 形成一个符合物 当这个符合物形成以后 灵血酶的作用就会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有灵血活性变为抗灵活性 因为这个符合物可以激活蛋白C 形成活化的蛋白C 活化的蛋白C 仍然是在血管内皮细胞上 与蛋白S形成一个符合物 这个符合物就可以灭活活化的五因子 活化的八因子 激活先融系统 这个系统的抑制物叫做APCI 可以直接抑制蛋白C的活性 这就是蛋白C的 蛋白C系统的抗灵作用 实际上在血液里边 还有很多抗灵物质和抗灵系统 由于时间的关系 不能一一介绍给大家 下边我们将介绍抗灵机制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抗灵系统 叫做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我们简称纤融系统 纤融系统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生理性的抗灵系统 这个纤融系统之所以重要 主要是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些抗灵物质和抗灵系统不一样 前面我们所介绍的那些抗灵物质和抗灵系统的主要是作用于凝血过程当中的产生的一些活性物质和产物 纤融系统它的作用点不在凝血的过程当中 而在凝血过程结束以后 它发挥作用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分解纤维蛋白或者纤维蛋白源 清除血管内 由于纤维蛋白成绩所引起的阻塞 保持血流的通畅 这对于维持我们的生命和器官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鲜蓉系统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生理性的抗灵系统 这个系统的关键酶叫做鲜蓉酶 在一般的情况下 它是以没有活性的鲜蓉酶酶源的形式存在 当凝血过程发生以后 就会产生很多活化的物质 比如说活化的十二因子 积态释放酶等等 这些物质可以直接激活鲜蓉酶酶源 形成鲜蓉酶 另外我们体内还有很多 我们体内还含有很多鲜蓉酶源的结合物 比如说尿液里边的鲜蓉酶源的结合物 我们叫做UPA 在组织里边鲜蓉酶源的结合物叫做TPA 它们都可以直接激活鲜蓉酶源 形成鲜蓉酶源 那么这个鲜蓉酶源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鲜蓉酶源它可以作用于纤维蛋白的各个形式各种形式各个阶段 它可以作用于纤维蛋白源 纤维蛋白的单体和焦裂性的纤维蛋白 使它们降解产生各种碎片 这一大堆都是纤维蛋白或者纤维蛋白源产生的碎片 我们给予它一个统一的名称 叫做FDP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名称 F代表纤维蛋白或者纤维蛋白源 D降解P产物 因为在后边实验我们还要提到它 FDP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纤维蛋白源或者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 那么在这一大堆降解的产物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碎片 叫做D二具体 这个D二具体之所以特殊 因为它只产生于焦裂性的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当中 那么焦裂性的纤维蛋白呢 又是我们凝血过程最后一个阶段的产物 因此这个碎片的出现 常常提示在鲜蓉发生之前 已经有凝血过程发生 那么这种激发与凝血过程之后的鲜蓉 我们又称为激发性鲜蓉 激发性鲜蓉在磷床上有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疾病 叫做什么 叫什么大声一点 对DIC 弥漫性血管论凝血 因此这个第二具体的出现和增多 对于激发性鲜蓉和DIC的判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希望大家也记住这个名称 在后边实验我们还要提到它 这就是第四个方面的因素 抗磷及鲜蓉鲜蓉系统 那么以上我们就介绍了 正常质取机能的四个方面的因素 血管因素 血耳板因素 凝血因子 它们主要构成了机体的凝血机制 那么抗磷及鲜蓉系统 主要构成了机体的抗磷机制 这两个方面的机制 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 临床上就会出现止凝血障碍性疾病 那么实际上 这类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都是十分复杂的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 正常直血激伦的四个方面的因素 对这类疾病进行归类 这样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临床思路 下边我们就介绍 止凝血障碍性疾病 发病机制的归类 第一类它的发病是由于血管B结构与功能异常所引起的 第二个方面呢 它的发病可能是需要把治愈量的异常 第三个方面可能与灵血因子的治愈量异常有关 第四个方面可能是抗瘾及先入系统出了问题 因此在临床上我们碰到止凝血障碍性疾病的时候 我们总是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这样我们的临床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那么临床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还有第五个方面的归类就是循环中的凝血及抗瘾物质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疾病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病理产物 或者我们治疗所用的一些药物引起的循环中的凝血及抗瘾物质增加 还有第六个方面的归类就是综合因素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发病不是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 是一个多因素参与发病 最典型的一个临床实例就是前边我们提到的什么病呢 DIC DIC是由于各种病理因素使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广泛的损伤 在受损伤的血管内皮上会引诱到 需要把大量的连复和聚集 同时呢启动凝血的过程 凝血过程发生以后就会形成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凝血因此大量消耗的同时 鲜溶系统被异常激活 所以DIC是一个典型的多因素参与发病的一个临床实例 因此DIC在临床上它的表现非常的凶险 常常伴有多功能器官的衰竭 和严重的出血形象 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抢救 常常危及生命 以上我们就介绍了关于止凝血 障碍性疾病发病机制的归类 那么根据这个不同的发病机制 我们又设计了不同的实验室检查 下边我们就介绍止凝血障碍的实验室检查 由于止凝血障碍性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非常的复杂 因此它的那个实验室检查的项目也非常的繁多 我们的专业书籍比你们的教科书还要厚 你们的教科书也将近30页的篇幅 介绍这些实验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全部介绍给大家 我们只能介绍 临床上最常见的 最常用的 最基本的10个实验 对于每一个实验 给同学们提三点要求 第一个要求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这个实验的名称 因为我们是临床医生 我们要有 要由我们选择实验室的检查项目 我们要开化验单 那么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实验准确的名称是什么 第二个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 这个实验的正常参考范围 因为这个实验报告出来以后 病人会拿着那个检验单来找你说 医生我得了什么 我那个结果正不正常 那么你要有个基本的判断 第三个 你应当了解这个实验的临床意义 因为这个报告 如果出现了异常 病人会问你 医生我到底得到什么病 那么你应当能够结合临床 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这个检验的结果 给病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三点 那么下边我们就具体介绍 这十个实验 在介绍这十个实验之前呢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 体内的止血过程 体内的止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期止血和二期止血 当我们机体受到创伤 发生出血的时候 首先参与止血的呢 是一期止血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要有两个因素参与 血缴板因素和血管B因素 那么有四个三血实验 第一个是毛细血管抵抗力实验 简称CRT 初血时间BT 血缴板技术BPC 还有血块退缩实验 也简称CRT 那么当一期止血完成以后 进入二期止血 二期止血也有两个因素参与 那么最主要的是凝血因素和凝血的过程 还有抗凝急陷入系统 它也有四个三血实验 APTT PTT 和FIB 我们先介绍 一期止血的四个三血实验 第一个三血实验 叫做毛细血管抵抗力实验 临床上我们常常把它称为毛细血管脆性实验 或者叫做树壁实验 有些时候我们要介绍到实验的原理 介绍实验原理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实验 这个毛细血管脆性实验 或者树壁实验的实验原理呢 它是根据毛细血管B的完整性 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血管内皮细胞结构与功能 第二个是血管板的治愈量 当这两个方面发生障碍的时候 就血管B的脆性和通透性就会增加 这个时候我们施加一定的压力 就容易发生出血的倾向 那么同学们从这个实验原理可以推测出 这个实验主要与哪些因素相关 什么因素 血管因素 还有呢 血管板因素 对了 这个实验主要是观察血管B和血管板的综合止血的作用 好 我们看看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的方法 因为这个实验主要由我们医生自己做 所以我们介绍他的方法 只要我们会测血压 就会做这个实验 测血压同学们没有问题吧 那么首先是将血压剂的锈带 竖在上臂上 所以叫竖臂实验 好 然后加压 加多少呢 在做这个实验之前 给病人测个血压 伸缩压加上舒胶压 除以二 就会得到一个中间值 叫做中间血压 然后我们把气浪里边打气 加到中间血压这种水平 维持这种水平八分钟 然后把气浪的气放掉 然后就观察 观察什么地方呢 观察前臂 看看前臂有没有出血点 如果有出血点 就在前臂 出血点最密集的地方 画一个直径为五公分的圆圈 然后寄数圆圈内的出血点 这就是实验的方法 如果同学们有血压剂 下来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做一做 女同学呢 容易出现阳性的表现 特别是那种 那个小腿 经常莫名其妙的 亲一块子一块的那种女同学 更容易出现阳性的表现 有 同学有这种现象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你们下来做一做这个实验 好 看看他的这个实验的正常仓行范围 男性是0到5个 女性是0到10个 大于10个 成为异常 那么他有什么样的临床意义呢 首先这个实验是观察血管B和修化板的初期止血的作用 如果出现了异常 常常提示毛细血管 脆性和通透性的增加 主要建于两个方面的疾病 一个是血管B结构以功能的异常 第二个是血管板 与治愈量异常的疾病 好 这就是第一个筛血实验 第二个筛血实验叫做出血时间 Bleeding time 解针BT BT 是 主要是彻底毛细血管被刺破以后 到自然止血 所需要的时间 叫做BT 那么什么地方有毛细血管 什么地方的毛细血管最丰富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的毛细血管最丰富 知不知道 皮肤 皮肤的毛细血管最丰富 因此刺破了皮肤 就是刺破了毛细血管 我们看它那个出血 自然停止的时间 就是BT 通过这个实验原理 同学们可以推测出 这个实验主要与哪些因素相关 什么因素 啊 血管B 还有呢 血管板 好 因此这个实验也是一个反映血管B和血管板的初期止血的作用 它的方法就是用标准的弹簧针或者刀片赤坡皮肤2到3个毫米深 观察出血自然停止的时间叫做BT 我们要强调的是BT这个实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 因此不同的方法 它有不同的正常值的参考范围 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是 它的异常值的界定点也不一样 比如说DUKES法 它的正常范围是1到3分 它的异常值的界定点是必须要大于4分才能称为延长 3.5分 3.8分 甚至4分 你都不能称为延长 必须要大于4分才能称为延长 IVE法 同样 它的正常参考范围是2到6分 它的异常值的界定点必须要大于7分才能称为延长 BT测评器测评法 它的正常参考范围是6.9加减2.1分 它异常值的界定点必须要大于9分才能称为延长 所以同学们在读实验报告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看 它给予你的那种方法是用什么方法做的 然后异常值的界定点你必须要记住 因为它不会给你标到那个实验报告上边 要用我们医生自己判断 那么BT这个实验有什么样的临床意义呢 首先BT的长短受血氧板因素和血管因素的影响 我们先看看BT延长的临床意义 BT延长首先第一个建于血氧板功能的异常 一个代表性的疾病叫做血氧板无力症 这是一个先天性的血氧板功能异常的一个疾病 那么后天获得性的血氧板功能异常呢 主要建于药物的影响比如说阿斯平磷 潘森丁玻利维等等 那么这类药物都是血氧板功能的抑制剂 在临床上我们常常用于关心病的治疗和预防 在那个高血压和糖尿病也常常用到这类药物 对并发症的预防 因此一个关心病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出血 你首先要想到和询问药物是 我们曾经在临床上碰到这样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男性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呢 他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头痛 然后做了个脑CT 在脑CT的结果出来以后 发现楼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站位 脑外科医生认为他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于是就要让他做手术 上脑手术室 然后以后呢开颅 开颅以后发现这个病人的手术视野 肾血不止 手术之前呢 这个病人查的血压板技术是正常的 凝血功能呢也是正常的 就找不到什么原因 手术视野 那个肾血不止 然后就给我们学科医生打电话 说赶快来集会诊 这个病人那个手术创免 血止不了了 然后我们学科医生到了手术室以后呢 一看这个病人全码没办法问病史 再翻他的病例牌 也没有相关的病史和药物史记载 然后我们就把病人的家属 喊到手术室来了 详细的询问以后才知道 这个病人三年前就诊断了关心病 长期服用阿斯平磷 那么根据他 血压板技术是正常的 凝血功能的测定也是正常的 那么他这种手术视野的肾血 可能就是与血压板功能相关 于是我们紧急的要了 两个单位的那个血压板 给病人输住 这个手术窗面很快就止住血了 然后这个手术才顺利的进行下去 所以在临床上 我们对于那个各方面的病史的询问 一定要详细全面 不能有任何忽略 好这是第一个方面 BT延长建于血压板功能的异常 第二个方面就是血管B的异常 那么代表性的疾病呢 就是遗传性毛细血管扩张症 这是一个先天遗传性的毛细血管 发育不良的一个疾病 它会引起BT的延长 第三个方面主要建议血压板量的减少 尤其是小于50乘以10到90方生的时候 会出现BT的延长 第四个方面就是中和因素 比如说血管性血压病和DIC DIC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什么是血管性血压病呢 血管性血压病就是由于一个病人 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异常所引起的一个疾病 由于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异常 因此它产生的VW因子就缺陷 VW因子缺陷以后 常常会影响到血小板的连复功能和8因子的活性 因此它是一个中和因素参与的一个出血性的疾病 它的BT会延长 那么BT缩短的临床意义呢 主要建议于某些严重的高龄状态 或者血栓性疾病 比如说心肌梗塞 脑梗塞和DIC的高龄期 好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方面的实验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